放眼望去路面上竟是混濁泥水 车辆经过渐起大量水花 原来这积水一点都不浅 水淹超过半个轮胎高 这台休旅车想试着通过 最后却是越来越慢 最后一刻打消念头 正因为看看前方已经有车辆惨遭水泡 这是车子治愈人 两名路人逼不得已 要走出街道就得涉水 这里水淹多高 阿伯没料到比想象中还深 水淹快到膝盖 而一旁就是电箱 更令人替他捏拔了开 他们差不多10公斤 电视道呢 电视道也都差不多 但是这边有点多了 有阿伯都淹溜了 淹溜了 深深很大 不然啦 因为我们历史阿伯应该 今天淹溜多少钱 没有啦 没很高 今天没淹溜 今天没淹溜 还有一个困难拿它 暴雨轰炸 26号深夜就开始 高雄沿城从凌晨就传出积水 直到白天9点 积水最严重 看看这家彩渊航前方水沟 竟然出现了漩涡 只是排水速度远不及暴雨量 店家只能无奈看水越积越高 往店内流进 高雄警方只能赶紧针对农易淹水处拉起封锁线 防止人车进入 发生危险 索性 积水来得快 去得也快 半小时就排除 一个礼拜两度淹水 积水问题真的有改善吗 恐怕民众心里自有成绩 这言静语告诉报道